練了一個禮拜嘛 就是陪小孩練這樣子 而且30分鐘嘛 對 陪小孩練 結果有一天我們在樓下中庭散步 我們鄰居就說 欸 景模你瘦了 我說哪有啊 你安慰我 就是 沒有 他說你的蝴蝶袖不見了 欸 我那時候才發現 欸 那個袖子有空隙 終於有空隙了 很高興 非常開心的呢 又回到我們平甩線上講座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今天直播的現場 有了不一樣呢 這是我們李鳳山師傅的 梅門六條通 那為什麼今天我們會來到 梅門六條通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所採訪的 這位來賓 他正是我們梅門六條通的店長 現在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我們的 藍景峰師姐 景峰師姐她在來到梅門之前呢 她是一位專業的護理人員 您可以跟我們稍微聊一聊 您的工作經驗大概是怎麼樣的 是 我高一護理畢業之後 我就到我們的 腹射醫院 內科教育病房 高雄醫學院 服務 其實在那裡 因為送來都是重症 病人一送來 不管是急診上來 或者是病房送上來 就是急症中的急症 對 所以一來都要先簽 病尾通知書 那在 當然在我們的眼光裡面 那個時候就看到病人 可是 現在想一想 家屬的心情 擔心 這些 其實都可以理解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突然發生的 對 很緊急的狀況之下 所以在那個 算是一個高壓的環境 我知道您曾經有一度這個體重 非常的超乎尋常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高壓環境 使得你體重過重嗎 其實那個時候 反而比較瘦 那真正胖起來 其實是 生完孩子之後 小孩生出來之後 20公斤又留在身上 然後生完第二胎 接著又生第二胎 又累加上去 這真是偉大的媽媽呀 哇 這真的是巔峰時期 那還有沒有那個 稍微近距離一點的有沒有 哇 這近距離一照 身材表露無疑呀 實在是 好來趕快收起來 這張照片趕快不要再開了 這個叫做 往事怎能再回首呢 我們現在看看現在 錦峰時期 還好當年還 有留下這樣的照片 可以證明我們沒有講假話 那個時候太胖都不喜歡照相 這是肯定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所以您在那個 這個體重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想您一定試過很多的方法吧 是 因為我們是念醫護嘛 所以呢 都用最健康的方法 第一想到就是運動 所以一開始我們 我就去學那個有氧舞蹈 然後後來發現 體力消耗太大跟不上 太累了 因為還要顧小孩對不對 因為我本身就胖嘛 然後又喘又有點跟不上 跳不起來 然後就想說 那去學瑜伽好 非常的溫和 但是呢去練瑜伽也很痛苦 因為練瑜伽要穿瑜伽服 哦 然後全身 全身 然後我每次就很為難說 為什麼沒有適合我 然後老師都很切細 同學都很 好刺激啊 所以我後來想想 還是不要去 好了算了 那我們尋求另外 那你後來呢 運動行不通 那就吃啦 大部分人都在吃上下 那是因為我們本身 有學過營養學嘛 所以 基本上我是吃營養均衡 然後澱粉類少吃一點 對 然後分量少一點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也瘦不下來 就一個禮拜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早上從吃草開始 就是木樹芽什麼 沒有熱量嘛 可是事實上都沒有瘦 都沒有瘦 蘋果三日減肥法 因為吃蘋果很健康嘛 蘋果三日減肥法 很多嘛 只要吃三天蘋果 吃三天就只能吃蘋果跟喝水 結果呢 結果呢 有瘦0.5公斤 有瘦 0.5公斤也不錯啊 那就繼續下去啊 可是他只能吃三天啊 總共就三天 對啊 第四天就覺得肚子很餓 就要恢復正常 看到什麼東西都覺得很想吃 結果就胖了一公斤回來 那很多人試藥物啊 是 對不對 其實藥物這個問題 我從一開始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要用吃藥的方法 是 因為藥物其實有很多副作用 我們 有的時候 會忽略它 想說 減肥 減重的那種想法很強 對 但是 它會 有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我是從來不吃 這些藥物性的東西 那更不用提什麼開刀啊 是 因為這個破壞性太大了 那當然有很多親朋好友 知道我不吃藥 就開始推薦很多啊 什麼 各種各樣的 一吃拉肚子的那一種啊 還吃過一個菜叫減肥菜 好特別喔 親戚拿來說 這個真的很有用 我吃了已經瘦五公斤了 我說 那這到底是菜還是藥 因為中草藥長的就像菜一樣 對啊 這講不出來 然後發現全省風靡 那我就覺得說如果光吃菜有這種效果 它肯定藥效很強 我就都沒有吃 還好妳沒吃 結果後來差不多三個月之後 就傳出大家吃到肺部受損 那妳有沒有試過中醫的方式啊 想針灸啊 後來就是想說 因為中藥我不吃嘛 那就想說調理 那就針灸好了 然後我每個禮拜要去三次 然後在身上 因為都是胖在中半跟下半身嘛 然後就擦 全身擦很多針 插針還不打緊還通電 通電 媽媽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 好忍耐一下 好那個看會不會有結果 可是因為我是學醫護的 我們很精準嘛 我要量 每天都在固定的位置量 有沒有變瘦 量一量其實沒有變瘦 結果 墊了半天 墊了半天沒有用 然後我又覺得說我又不是病人 躺在病床上好怪喔 然後又有這麼胖 你擦了針就不能蓋東西啊 就會覺得好煎熬喔 後來又放棄了 我後來用了這些所有的方法都收不下來 我就告訴我自己算了吧 先暫時擱在一邊 對 因為我第二個小孩其實是氣喘 異味性皮膚炎跟過敏 是很嚴重的那一種 所以就等於全心全意在照顧小孩 照顧他的過程中 事實上我們看遍所有的醫師 用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都沒有效 後來從西醫轉到吃中藥 吃中藥有點緩不濟急 因為他每個禮拜都會發作 所以又回來吃西藥 很嚴重 求神問普 反正想說如果有效最好 真的是餵小孩什麼方法都是 對 我們原來是完全不信的 到什麼都信 那在一個很無意的狀態下 我們去書店 小孩就看到說師父的 李鳳山師父的親子氣功 他說我要學這個 哇 他自己發現了 他發現的 然後我想說 欸 氣功 嗯 跟呼吸有關係喔 唯一沒有用過的就是這一招 是 沒想到 遇到了 是 然後就開始來練功 來練功 那小孩喜歡嗎 其實很喜歡 因為師父在兒童舞學的這個課程上面 他有動有勁 孩子非常喜歡 因為我的孩子 我們是嚴禁他跑來跑去 因為他一跑就氣喘 半喘 他能夠在教練的看顧下這樣 他就覺得很快樂 可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是 什麼問題呢 每一天要練半小時 喔 對大人都有問題 更何況是小孩 三歲的小孩是嗎 每天要練半小時 那我摳臉嗎 那是我們親子之間非常嚴重的拉鋸戰 是喔 他一下說媽媽我肚子痛 一下媽媽我頭髮癢 媽媽我好癢 媽媽因為他一位皮膚炎 就這裡仰奈啊 雖然沒有三下就一直抓 我就要跑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真是太生氣了 後來有一天孩子跟我說 媽媽既然那麼好 你為什麼不練 對啊 有道理啊 這個小孩很有智慧啊 是 就為了這一句話為了他好 我就拼了跟他練 練了一個禮拜嘛 就是陪小孩練這樣 而且30分鐘嘛 對 陪小孩練 結果有一天我們在樓下中庭散步 我們鄰居就說欸 金姆你瘦了 我說沒有欸 因為我每一天早上起來跟睡覺前 我都會量體重 我說哪有啊 你安慰我 就是 我說沒有 他說你的蝴蝶袖不見了 欸 我那時候才發現欸 那個袖子有空隙 終於有空隙了 哈哈哈哈 很好幸 平甩弓它為什麼能夠 有效的幫助你來塑形呢 嗯 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當然我們因為規律的動嘛 然後所以它會讓氣血循環變好 像我們 循環 像我本身就會手冷腳冷 是 小孩子感冒我就會跟著感冒 練了平甩之後才發現 我一年從來沒有感冒過 免疫系統變好了 是 然後因為它循環好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在練的過程中 它會把一些廢物 就是直接給帶走 是 所以會先瘦外型 它會均勻 均勻之後呢 那自然而然我們在練的過程中 因為我看到哇 這麼有效 那練功是更高興 每天都很期待 會自己加碼 對 可能每天多練個十分鐘 什麼想到就練 就這樣子一路就 體重就有慢慢降 所以為什麼練平甩有效呢 別忘了我們在前幾集 曾經提到過 平甩的四大功效 第一是循環 第二是排除 第三是補充 第四是平衡 對緊鋒師姐來講 就達到了減重的一個效果 是 所以這得靠自己努力了 不過 別擔心 您如果是個瘦子 就跟我一樣 我以前就是超瘦無比的 我練平甩之後 我還長肌肉 我還出現了二頭肌 為什麼呢 就是循環 排除 補充 平衡 所以對我們瘦的人來講 它就產生了補充跟平衡的作用 那麼從頭到尾 你一年之內 減掉了十五公斤 是嗎 就是只靠練平甩嗎 還是有些搭配什麼 中間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契機是 因為我的孩子練氣功 他越練身體越好 可是做媽媽的 總是希望他完全好 整個體質改善 那我問過所有的教練 教練都告訴我 一件事就是吃素 那素食這件事情 對我很為難 因為我的孩子 就已經很氣喘了嘛 身體很不好嘛 很虛弱 很虛弱 然後萬一吃素 不營養 不健康 我那時候就遲疑了很久 突然間有一天發現 想到 如果營養不良 剛好我需要營養不良 營養太好了 然後就想說 那我先來試試看一個禮拜好了 萬一瘦了 我營養不良 那我就不要給小孩吃 結果妳到底瘦了 有沒有營養不良啊 一個禮拜之後 我發現我的整體的狀況變好 大家常常聽過說 生一個小孩 智力就少很多 然後我還連生兩個 常常會望東望西 但是吃素很奇怪 它有一種感覺 就讓我說頭腦很清楚 然後身體會覺得很輕盈 是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發現很好 我就開始讓孩子吃素 那我們就開始在道行 學習怎麼幫孩子準備素食 哦 呵呵 那練平甩搭配吃素 我就發現我的體重 它是很穩定的一直降 慢慢降 對 所以平甩的鍛鍊 氣機的運轉 然後再加上我們在飲食上做一個調整 朝向素食 就能夠使妳的身體呢 是朝向一個穩定平衡的方向去發展 李鳳山師父就跟我們講了 享受享受啊 瘦有兩種哦 好瘦要瘦 難瘦更要瘦 所以這是師父給我們的心法 但是吃素很多人會有一點不清楚 尤其是生病的人 常常醫生就跟他們講說不行不行 你現在很需要蛋白質 你不能吃素 那這個怎麼去解謎呢 其實應該是說呢 我們今天身體在一個受創的狀態 它需要復原的狀態 本來就需要更多的營養素 對 那重點是 我怎麼樣讓這個營養素好消化好吸收 所以事實上在素食裡面 我們也有蛋白質的這個部分 對 比如說豆漿啊黃豆啊綠豆 豆類它本身就含有很多的 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也是很多的 是 只是說 因為我們以前在臨床會遇到說 有一些人 他喝豆漿會脹氣 是 那後來我們請教李鳳山師父說 如果遇到這樣的人 那他又要吃素怎麼辦呢 對 那師父就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其實豆類它非常營養 但是他需要不斷的去煮廢它 熬煮 熬煮它 然後把裡面的精華熬煮出來之後 反而更容易消化吸收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些豆類的食品 經過熬煮之後 其實它的分子結構就開始產生了變化了 所以我們吃進去之後 它是不會讓我們脹氣 而且它是好消化好吸收的 重點就是那個好吸收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調養的過程中 我們比較推廣素食是因為 動物性的蛋白質 你剛吃的時候很有體力 可是它在代謝過程中 會讓我們很疲累 不好代謝 所以呢 你反而後面的效果 它是整個拉下去 我們會希望 今天我們用一種乾淨的 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出於散念的一個蛋白質的來源 可以讓我們身體呢 感受到那個善意 事實上慢慢慢慢就恢復 不然其實很多人 他是連吃都不能吃 是 要靠打點滴 對 這個素食是在於 我們創造了一個身心 以及跟這個大自然宇宙的一個良善的循環 相信這個良善的循環的力量 就如同我們上一集所說的 我們跟這個宇宙大自然 就產生了一個良善的共振 所以這個力量一定也會讓我們 在鍛鍊上面 心境上面 各方面都是朝向良善的能量去補充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鍛鍊 再加上次數 這件事情 我們能夠好好的跟它結合 一定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您瘦下來之後 您覺得 除了身體 比較瘦比較舒服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改變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獲益最大的是在心靈的方面 心靈 因為事實上 人生本來就是有很多波折 很多可能當下無解的問題 可是當我練平甩吃素之後 我會覺得我看待事情的那個角度 比較不會像以前那麼狹隘 那會比較開朗 然後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們再來再努力 那有時候遇到幾手的問題 平甩甩一甩 突然間就會想到說 我可以那樣試試看 通了 它就解了 因為現在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常常會為了找健康 但是方法用錯 事實上身體更差 所以怎麼樣我們有一個好的方法 能夠讓我們持續的往健康邁進 那因為我來自於醫療界 所以我對很多事情我都會去找到那個 是 確定 確定 一定要有確定 而且是好的方法才要做對不對 這很重要 所以我來到梅門我說 哇 這麼多人練好怎麼可能啊 就一個一個一個去問 發現 就像李鳳山師父講的 真實不虛 真實不虛 對 就是靠真修實練所鍛煉出來的 我吃很多的豆類 膝蓋會疼 該如何調整它的飲食習慣呢 豆類吃太多 確實有些人他說 有痛風的這個問題 是這樣子嗎 其實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 痛風的人 其實肉類是要吃 最好是不要吃的 肉不要吃 因為肉是高普林的食物 海鮮更是 那當然在研究結果 他會發現黃豆裡面也有普林 是 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吃的那個豆類 你要煮透煮爛 煮透 它這個比例它就會降低 所以關鍵是我們不要去增加高普林的話呢 您這個豆類得把它煮到熟透軟 是 對不對 它的分子結構就改變了 就容易消化 您在眉門有遇過這個痛風的患者 練平甩練好的嗎 其實蠻多的耶 是 當然他們來 他一開始他都沒有吃素嘛 所以他完全是靠練功 是 因為痛風痛起來真的很痛 那要吃最強力的那種秋水仙素來壓 那一壓然後胃又不舒服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練功之後身體會變比較敏銳 是 所以不應該吃的東西 不適合自己吃的東西 慢慢就會知道了 對 我們自己會不喜歡吃 是 你會越吃越少 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透過鍛鍊啊 我們自己身體的敏感度增加 該吃什麼呢 我們自然也就會比較清楚 我來到美門之後 我會覺得 我會跟師傅學習就是說 什麼東西我們要往平衡的狀態來看 我今天用激進的方式來 我最後還是要回到均衡飲食 我不可能 但是因為我是從那個極端開始的 所以到最後身體的受損其實蠻大 所以平甩它為什麼能夠 讓很多人選擇了很多方法之後 最後它會停在平甩 就是因為它非常的簡單 是 平甩在於它能夠讓你身體 是在平衡穩定的狀態之下 慢慢的你該減掉什麼 或者該補充什麼 它都是讓你很平衡的 所以有些飲食習慣 它也許在短期之內 能夠快速的看到一種效果 哇快速的塑身快速的減重 但是我們就長期健康來講的話呢 我們願意選擇一個 比較安全的一個方式 比較是讓你的身體恢復一種自然 它自然調節的一個能力 所以平甩其實它是啟動了你身體的一個自癒機制 讓你的身體自己做主人 所以有關於我們怎麼樣吃素 還能夠吃的健康呢 我們在之後的節目裡面呢 也會找機會為您邀請我們美滿的大廚上來 告訴您李鳳山師傅的任養之道 怎麼樣烹飪才能夠養生 那今天非常感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支持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錦逢師姐 帶著我們來到美滿六條通 歡迎大家有機會的時候來到美滿六條通 錦逢師姐會為您奉上一杯好茶 我們靜靜地坐下來 敵清身體的煩憂 感受甩茶的能量 那我們謝謝錦逢師姐 也謝謝所有的觀眾朋友 我們再次感謝您 謝謝您 謝謝您